快樂嗎 你說是記得你跟我約定吧 區區幾場成敗類 應該不是麻木了吧 快樂嗎 你忘掉理想 只能忘於生活嗎 別太像有十年後思想 快樂嗎 這支樂隊由幾個熱愛音樂的 香港人組成 大部分成員都是近年移民去溫哥華 他們希望在當地推廣廣東歌 讓在那裡的香港人 都感受到同家的連繫 希望你們都覺得今晚是有意義 是有些美好的回憶可以帶回去 謝謝 謝謝 現在在唱歌的有Iris 旁邊是Sophie 他們都是剛剛過來的 在香港過來的 Sophie應該還在讀中學 對,我們有鼓手 我們Derek 然後有我們的結他手 Almo 你好 當然 我們有我們的琴手 Raymond 你好 介紹一下自己 來了多久 來了嗎 剛剛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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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兩年 大概兩年 兩年 兩年 大概兩三年 Mia呢 對,Mia過了多久 另外我們的歌手 兩年 剛剛兩年多幾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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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生套獎 這隊由香港人組成的樂隊 叫做Belmon K是團長 跟其他隊友不同 他小小就和父母移民過來溫哥華 大學畢業之後 回流香港做事接近十年 2021年再回流回溫哥華 組了這隊Belmon 那時候是想著 過來這裡 如果可以在街頭 聽到有人唱廣東歌 我想都會是很窩心的一件事 那自己又喜歡唱歌 那就是 在香港人的團體 活動上 認識了很多 幻音樂奇人 然後一個人一個 就組成了Belmon 你不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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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很小 你當你當過一些東西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他們要適應新的環境 新的語言 新的文化 他們有很多是讀書 像歐姆那樣 他們也是在做一個星期 可能六天都是上班 還要是在韓國的餐廳上班 還要說英文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很無聊 亦都可以說 香港人的精神 是可以展示出來 他們是每一個地方都可以適應到 十分鐘 Ray是Belmon的建琴手 兩年前透過救生艇計劃 移民來加拿大 他在香港都有去開Belmon 但因為工作經常都要加班 慢慢就放下了這個興趣 沒有再玩音樂 過到來 反而有時間 重拾夾樂隊的樂趣 我想來到全面都是開心 多些的 因為我覺得環境很不同 因為我想我以前在香港做的工作 是比較大壓力 比較辛苦 可能加班的人比較多 可能很多時候回到家已經很晚 沒有很多其他生活 可言 但來到這裡就是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因為這裡上班始終是比較定時 例如我5時半下班就下班 特別是我做很多創作的事 讓我多了很多時間 讓我自己反思一下 到底有甚麼可以做 來到加拿大的香港人 可能很多時候都放棄了很多在香港的事 就來到這裡 變成他們在生活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都很人之常情 就是會很掛念自己在家鄉的一切事情 我想做廣東歌 或者唱Cover的歌 就是想他們想得回以前的回憶 以前的美好的往事 然後就可以用這些動力 轉化成動力 繼續在這裡生活 我覺得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我來到這裡才覺得 原來世界是這麼大的 而且我覺得這裡的觀眾很有趣 例如我做了一些地方的表演 其實那些地方是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他們都不懂聽廣東話 但他們聽完之後會覺得 你的東西真的挺有趣 你的歌曲挺有趣 他們會感受他們會欣賞 我想以前我有些朋友在香港做音樂 他們會經常覺得香港的人不懂得欣賞這件事 或者覺得很判斷 或者可能會有很多評論 你的音樂做得不夠好 怎樣可以做好些 歌詞弄不適合音 但是這裡反而加拿大的人 我想大家普遍都很鼓勵 大家會有很多正確的鼓勵 令你做得很舒服 Mia是Belmond的其中一位主音 同樣也是兩年前 經舊山艇計劃移民來了溫哥華 一個人來到重新開始 都是靠音樂走出Comfort Zone 這晚她第一次參加當地的OpenMight活動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 你非常歡迎 我非常疲倦 但你可能沒辦法 剛才唱完 我到現在仍然有點緊張 所以 但我也覺得我會再回來 剛才也很開心 很開心 剛才來到 都是有不同的群組 可能我們是跟Hobbies去分 我也是在音樂群組裡 認識了不少的朋友 他們可能我們會一起玩 SyncCon 然後變成了一隊樂隊 還有不同的表演 然後透過我的另一半天 有其他音樂的表演 我覺得全部都是一個 可以令我認識不同的新面孔的機會 是 你看看門是多高 我的人在這裡 垃圾我要從這裡放進去 所以其實還要重複 我要做幾次的時候 這就是我第一個 第一份工作 在加拿大第一份工作的地方 就是第一時間找餐廳 最容易入行 又有提示 又沒有太多需要 你有地區的經驗 所以我記得是 他門口貼了一張紙 說他要聘請人 接著我一收到 我的工作許可 我就電郵了 接著已經很快 走過來 面試 接著隔幾天已經開始上班 所以 這就是我開始的地方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休息 做過餐廳 做過壽課員 Mia最想做的 始終都是空姐 她大學畢業之後 就四處飛 因為疫情 停飛了幾年 要在加拿大 申請做空姐 一般情況下 都要是永久居民 Mia去年8月 入址申請永久居留權 原本就預計 半年至到九個月 可以獲批 不過2024年的年頭 審批出現滯後的情況 這段等待的時間 她特別之傲 可能我自己 有一件事想做的 就是第一 當然是 apply做Crew 第二 就是很多朋友 都說 拿到PR想讀書 想學 我自己 可能 比較想學的 會是 法文 等自己之後 可能都多個選擇 亦都是 如果我想再投身 航空這個行業的話 這件事也會是一個優惠 所以我會 這個會是我的短期目標 是因為配合我們今天的音樂會主題 就是關於成長 當時我們討論主題時 就覺得好像上學讀書有一個主題 我們大家不如一起穿校服 整件事都看到大家穿了 打了胎、冷衣、眼鏡 什麼都出題 所以突然間這件事很有感覺 這是Belmont在溫哥華第一個主辦的音樂會 成長是這晚的主題 小時候有很多事情覺得做不到不要緊 因為長大就能做到 或者是大人經常跟我們說 長大先長大先 就以為長大很多事情都能做到 誰知道原來長大才發現 很多事情都能做不到 還有很多事情是未能做到 或者是很多事情是硬著頭皮去做 頂眼上 我們經常說頂眼上 有很多時候是肩步行步的 是社會 是現實 逼著我們去長大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是適合屬於所有堅持不懈 是去到每天都努力生活的我們 是鋼鐵士怎樣練習的 希望我穿著了個女人 未必重滅味 未到再滅留地 讓我得到感受 對天才來 讓我用愛心想 愛你 我以前買到心事的時候 很喜歡去海邊散步 下面這首歌是其中一個 在滿腹心事的晚上 自己寫的 下面這首歌叫做 《風貴期間限定》 《風貴期間限定》 《風貴限定》 《風貴限時的痛》 《風貴期間限定》 《風貴限時的痛》 那本身是借助風箏 風箏會飛 但可能中間會斷線 沒有風 就會掉下來 你怎樣可以承著風 力量繼續去 這就是我想帶出的議題 這也是很多香港人在這的困惑 或者面對的難題 尤其是移民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你會因為想過這些生活而放棄了很多你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決定很多都是give or take 你怎樣決定這些東西的時候 中間會有很多掙扎 但我們也可以像風箏一樣 乘著風去道上 我們大家想去到一個地方 即使面對錯説都可以 努力去面對 Rae的掙扎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她同樣在等候審批永久居留權 不過她說無論結果是怎樣 這段時間都是抱著體驗的心態 融入本地的生活 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社會 大家都是拿著自己不同的failure移民來 譬如很有趣的 在這裏你會問 你要認識朋友 你會問他 你從哪裏來的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即你在香港你會問人家 你從哪裏來的 你住哪裏 你不會的 但這裏很多時候 第一句就會問你是從哪裏來的 其實代表著就是 很多時候這裏的人 大家都是在五湖四海來 帶著自己的failure 我想可能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大家有一個很包容的mindset 因為大家都是 minority 大家就想聽到一些其實大家做了些甚麼 我想可能是這個心態令到大家都很包容 很想知道 很有興趣去了解 其實人家是做了些甚麼 我知道我要檢查信 因為我有信是在等銀行卡 還是怎樣 有一張新的卡 然後我就是摸摸一下 我這張是銀行卡 然後我一開就看到有個這麼大的銀行 就是我一張PR卡 所以是 得來不易 這張卡 經歷了一年的等待 Mia得償所願 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一直想飛回來的她 終於可以重返自己的理想職業 在收到PR之前 我已經是都報了不同的airline 就是我之前這樣說 我是想飛回來的 我想做回空姐的 那我報了不同的airline之後 其中一個真是收到 in-person的interview 就是Portrait Airlines 而我已經成功 in完之後 是拿到offer了 是非常值得鼓舞的 我記得我收到email的時候 我是硬濕濕的 因為始終這個夢想 好像是小小的夢想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意義重大 始終是我從小到大都想做的事情 現在我的想法就是 我有兩邊的家 就是我有香港 是我的家 Vancouver 都是我這一兩年 開始建立 成為我第二個家的地方 其實怎樣才是家 我想這個是移民 大家都會面對的共同issue 就是你不知自己的家在哪裡 你好像覺得這個都不是你的家 那個都不是你的家 我想很多移民都有這個想法 就是你覺得香港已經不是你熟悉的香港 它已經不再是你的家 但是對這裏來說 你永遠都不會跟地區做到同一個效果 就是你不會覺得自己是 belong to 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是移民的掙扎 有一個人 long and the world 你必要說 你懂得把人們打拾 去挑戰 你跟着想 我必須要講 我們要音樂 這裏親愛的 directors 如果要想要記住 我可以講 我會有一個生命 摸摸